傍晚时分 一群穿着粉红T恤 头绑着粉红色花布巾的跑者 聚集在中兴新村中兴会堂前 一起响应为女孩而跑的理念 2019台湾女孩制 第三件女孩星光夜跑即公益彩券形象宣导活动就此闪亮登场 总共吸引了将近3000人来自各地的爱好路跑者共同参与 由立新基金会副执行长曾孟宜 及县府社会及劳动处长林志忠 立委许淑华 县议员张家哲 罗美玲等多位来宾共同为活动鸣敌开跑 呼吁男性尊重女性 提供女性友善环境 立新基金会副执行长曾孟宜说 今年特别邀请融获世界冠军的男投高中女子拔河队 担任路跑的领跑者 希望在他们的领军之下 可以一起朝向非暴力性别贫穷的目标大步迈进 而该基金会长期关注女性吉尔萨的议题 相信裴莉女孩就是帮助台湾社会提升她们经济能力 提升性别贫穷的环境 让台湾的一些暴力问题得以消灭的一个好办法 今天我们很开心可以在南投 我们立新举办了第三届女孩星光夜跑的活动 立新长期关注妇女还有儿少的议题 那立新我们也相信裴莉女孩就是帮助台湾社会可以提升经济能力 提升性别充全的能力 然后让台湾的一些暴力问题可以消灭的一个很好的办法 所以我们也很开心可以透过很健康的路跑运动 然后也有很多在地的相亲一起来参与这样路跑活动 然后让我们更多的民众可以一起重视女孩的议题 然后一起关心台湾的女孩 关心台湾的性别议题 台湾的暴力议题 然后我们今天也很开心 要请到南投高中的女子八河队 他们去年是世界的八河冠军 那今天他们也要担任我们路跑的领跑者 那我们希望 我们相信在他们的领军之下 我们可以一起朝向非暴力 然后性别平权的目标一起来迈进 那谢谢大家的一个参与 活动中为宣导性别平等是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观 安排所有与会来宾及女孩代表共同进行宣誓誓词 誓词内容主要为知道充全女孩的需要以及投资女孩的重要 希望每个人都愿意以实际行动来提供女孩更友善的环境 促进性别平权 让女孩更加勇敢绽放自信与能量 我曾孟宁 和她们先走 童瑞涵 我要说自己的名字哦 看到男投女儿馆的需要 看到男投女儿馆的需要 看到充全女孩的需要 看到充全女孩的需要 看到投资女孩的需要 看到投资女孩的重要 看到建構性別公益社會的需要 我願意以實際的行動 提供女孩更友善的環境 促進性別平權 讓女孩勇敢綻放自信與能量 讓女孩勇敢綻放自信與能量 宣誓人 曾孟宜 洪瑞涵 路跑全長4.5公里 不計算時間 這天傍晚6點正 在所有來賓名底下 南投高中拔河隊 選手們在前領跑 參與者全部穿著粉紅T恤 並投綁著粉紅色花布巾陸續開跑 場面相當壯觀 南投高中秘書邱明黃 很高興學校拔河隊學生 能獲要參加這次的活動領跑 學生總共有46個人在前領跑 不管師生都感到很榮幸 希望藉由路跑活動 讓各界更加重視女性議題 今天非常高興 能夠我們學校受到邀請 由女子拔河隊的同學 參加這個路跑活動 當代領跑的工作 那立新基金會 一直在男女平前上 在協助弱智上 做了很多的努力 那我們學校也非常的認同 我們今天有這樣的榮幸來參加 學生跟老師都非常的高興 那也希望藉由這樣的路跑活動 讓女性的這個議題 能夠更加受到社會的注意 得到很多正向的回應 我們是南投高中拔河隊 然後我們很榮幸就是藉由這個活動 來帶領大家一起就是領跑 然後我們拔河隊總共有42個人 帶大家離跑 我們很高興就是藉由這個活動 跟大家一起跑這個活動 縣府與立新基金會合作辦理 女孩星光夜跑活動 已經漫入第三年 前市縣府重視這項路跑活動 每年都吸引許多民眾參加 縣府社會及勞動處長林志忠表示 這項活動的主要意義 就是要宣導性別平等 打破過去男尊女卑的刻板印象 而提升女性權益 則是性別平等首要任務 林處長並藉此呼籲社會 重視女性福利及權益 無論任何性別、年齡或身份 都能站在相同旗袍點 善盡社會責任 一起為女性營造友善及幸福環境而努力 今天我們跟立新基金會來舉辦 女孩的星光夜跑 即公益彩券形象的宣導活動 這個活動非常的有意義 那在這邊要特別代表藍頭縣政府 來感謝立新基金會 來舉辦這個有意義的活動 那女孩星光夜跑今年是邁入第三年 那前兩年都吸引非常多的民眾來參加 那今年看了這個現場的現況 也是人潮滿滿 那舉辦星光夜跑 最主要的目的是要來宣導 性別平等 還有要呼籲大家 要注重我們女性 婦女同胞的福利跟權益 那我們都知道說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裡面有提到 性別平等是保障 社會公平正義的核心價值 那另外有關婦女權益的提升 則是促成性別平等的首要的任務 所以說你如何要達到性別平等 第一個首要的任務 就是婦女權益的一個提升 那所以說我們今天特別透過這個活動 就是要來宣導 如何大家來重視婦女的權益 那婦女的權益能夠提升之後 就能夠有達到性別平等的一個目標 憲議員張家哲也到場參與這項路跑 並肯定這項活動 每年舉辦都造成盛況空前 他也肯定立新基金會 長期注重女性的議題 努力喚起各界 重視男女平權等各項權益 今年同樣在南投中心新村辦理 他歡迎各界愛好路跑者 來到南投都能喜歡南投 也藉由活動喚起各界 一起重視各項女性議題 他呼籲大家 一起為女孩權益加油 今天很開心來參與 我們這個台灣女孩日 由這個立新基金會所舉辦的 女孩星光夜跑 我想這個過去舉辦的時候盛況空前 難得今年又在我們南投的 中心新村來舉辦 大家都知道中心新村是一個 很棒的一個地方 來這裡感受這個悠閒的氣息 也感受到我們過去 在中心新村的這個 現代化的這個設備 所以今天很開心來參與 這個由立新基金會 舉辦的這個女孩日的星光夜跑 除了其上大家這個重視運動健康之外 我想大家也要更重視這個 女性的各項議題 那立新基金會過去長期 致力於這樣子女性的各種議題 那我想真的也是要喚起我們 每一個人大家對於這個各項議題的重視 那當然也要再次歡迎大家 來到我們南投縣的這個中心新村 然後也歡迎大家 以後有空常來南投玩 然後大家一起重視各項的這個女性議題 大家一起加油 現議員羅美玲也到場表達支持這項活動 一起宣誓一起路跑 希望借此實際參與行動 表達女性在社會及家庭的貢獻 是不可抹滅的 過去男尊女輩的時代已經過去 女性平權時代來臨 希望借此活動 來為提升女孩的權益及地位 一起努力 立新基金會呢 今晚呢 舉辦了這個女孩星光夜跑的這個活動 那立新基金會 所以他是希望經由這個活動呢 來宣導跟提倡這個女孩的這個權益 那希望說大家能夠呢 經由這個活動來更加的加深 如何對女孩的這個貢獻 跟女孩的這個權益來跑 這個活動呢 最主要呢 是能夠喚起這個兩性平等的這個觀念 那我們都知道過去說 都是男尊女輩 尤其是在東方的這個社會 那我們也希望說呢 能夠提升女孩子的這個地位 那女孩子其實對這個社會的貢獻非常的多 不管是對家庭國家社會 我們也希望這個社會呢 能夠認識到說 女孩子其實在這個社會上 所扮演的這個重要的角色 那希望藉由這個活動 更加能夠提升女孩子的權益 讓更多的民眾可以一起重視女孩的議題 關心台灣的女孩 關心台灣的性別議題 及暴力等等的議題 今年還是有2500多人的報名 那不包含志工 我們現在在這邊看 真的有很多的鄉親 一起來參與這個活動 我們真的很開心 那不只參與路跑的人 然後我們甚至有200多個志工 然後從今天中午就來預備 那我們真的很謝謝這些志工 也願意播出他們的時間 然後一起來跟我們 將這個活動一起來準備 然後迎接美好的夜晚 美好的路跑夜晚的來臨 那我們真的很開心 可以跟南投在地的鄉民 我們一起來推動這樣的一個路跑活動 林志中處長表示 藉由該路跑活動 將台灣女孩日的精神 與意義讓民眾廣為周知 加深對性別平等觀念與認知 會場中也設置公益彩券 宣傳攤位 包含老人身心障礙者 兒少權益福利等等 希望喚醒社會 對弱勢族群福祉的重視 也讓社會各界了解公益彩券 在婦女福利工作上的努力 我們要透過這個活動 要來打破以往刻板的印象就是 男尊女卑 那女性不能再一直成為 是弱勢的一群 我們要透過這個活動 來呼籲大家能夠重視性別平等 還有就是婦女權利的提升 還有婦女權利的福利的保障 唯有透過這樣才能夠確實來保障 婦女朋友們他們應有的一個權利 透過這樣的活動 我們現場也有很多的公益的攤位 我們也要來宣導公益彩券 不僅是對於老人還有身心障礙朋友 甚至是兒少的權利福利的重視 我們公益彩券其實對於婦女權利的部分 也都有很多的方案在推動 所以說也要透過這個活動 來宣導公益彩券它的一個宗旨 它是要推動社會福利 要關懷弱勢 2019台灣女孩日 第三屆女孩星光夜跑 即公益彩券形象宣導活動 現場氣氛熱鬧滾滾 所有穿著粉紅T的路跑者 都為提升女孩權益而跑 也希望加深各界 重視女孩 投資女孩的觀念 讓女孩們有公平發展 及實現自我的機會 促進家庭及社會更溫馨與平和 民意新聞王水仙專題採訪報導 就先進入系統 霸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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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霸佛